由桃園市立文化局补助的航空城记录片第二部曲《练练家园》 25号在桃園市立图书馆新总馆举办首映会 这次镜头聚焦在航空城众神像 记录班前居民们的不同心声甚至是抗争 让现场英雄座谈十分热烈 文化局文字科科长表示 未来也会持续记录班前到安置的故事 为大人的人文聚落故事补上不可或缺的一块 今天在图书馆是举办我们航空城的纪录片 是记忆家园之后 这是第二部叫做练练家园 这个班前户他们的心境也有蛮多的转折 那大家共同也是觉得为国家重大建设的这个牺牲 或者是付出 那也希望能够在国家政府上面 因应现在的物价 或者是建材的这些相关工资的调长 能够重新有更好的 更优渥的这些配套措施 让他们可以得到好的安居 那文化局在后续也会继续再做下一个阶段的记录 那希望把航空城的完整的搬迁到重建 到整个安置家园 然后展开新生活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记录 又鉴于纪录片中以特定几位主角为主 许多珍贵的画面和访谈无法全数纳入 因此这部纪录片还特别出版了影像书 整理更多来不及呈现在镜头内的文史资料和故事 纪录片导演李力少也介绍其中立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那我们记录了2022 23 24这几个阶段的一个 现在居民还留在搬迁区 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形声还有一些事件 在纪录片的这个叙事之外 还希望说能够把我们收集到很多居民的形声跟历史 能够做一个汇编跟整理 那比如说我们有找到 大家都知道桃园大园的两大开墾的家族 许家跟郭家 这个是许文中许文松 然后他的爸爸许千鸣 他很早的时候 他有参与过这个桃园机场的这个建设 然后后来在种西瓜 然后他爸爸又喜欢拍照片 就留了很多的这个照片 就变得很珍贵的史料 然后我们其中也有像这个铁翼下的家园 这个就讲了检永湘 检永湘他比较特别是 他们家的耕作跟居住 都是在那个时候的桃园空军基地的范围之内 然后他们也在桃园基地的内耕耕耕田 那他包括他现在都还在种田这样子 那他跟土地的情感 然后跟基地的关系 然后跟这个历史的连结 包括他现在面临到整个家里面的田都没有了 被征收了 然后他的心情 他的处境 还有他的未来的展望 许多航空城拆迁户和受访者 也在当天受邀出席首应会 其中两位投入撰写国家族谱的国家稀老 也在爬叔作为最早脱肯大员的家族历史中 看见了一代代配合国家政策 不断拆迁的亲戚好友悲痛 因此他们十分支持用影像和书籍来记录 让后代与更多人知晓这些悲鱼戏 我是因为写族谱的关系 所以有深入了解我们国家这一段历史 我的痛是从民国六十三年就开始痛了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被中正机场征收 的时候就征收走了 今天这个影片里面还有抗争的机会 我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 那时候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 就什么都没了 因为我们对这一块土地的感情绝对不是想象中说 只有把土地权状交出去而已 绝对不是这样而已 土地房屋的财产的一个补偿 对这种心情的那种痛 它没有办法补偿的 所以还好它会允许拍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把这种痛记录在这里面 以后世世代代都可以看到 那时候那种痛苦那种难过 是根本没有办法补偿的 没有办法现在的人能够感受得到的 你看到我们这些亲友被拆迁 我们都很清楚印象都非常深刻 主委也都是我们的信仰中心 这个大股条也是我们好多的国家都住在那边的 所以这里面的心情我们都非常清楚 航空城计划如火如荼进行中 文化局期盼透过纪录片和书籍 用影像来记录消失中的人文历史和景物 日后也会开始筹划纪录片的巡违放映会 希望能让更多人在现在与未来 了解航空城居民的处境 以及这块土地上过往的故事 记得一听他们的报道